小星偷偷地给美牙和小葵拍了睡眠艺术照 结果广志看到后咖啡都吐了出来 这天小星一家刚吃完晚饭 美牙就收到了阿辉发来的信息 原来是阿辉给小琪拍的照片 广志一眼就认出这是睡眠艺术照 看着小琪可爱的艺术照 美牙决定明天也给小葵拍一张 到了第二天 美牙铺好地毯刚要哄小葵睡觉 小星就放学回来了 在得知美牙要给小葵拍艺术照后 小星决定帮美牙哄小葵睡觉 只见小星当着小葵的面跳起了缓慢的屁屁舞 没一会的功夫 小葵就睡了过去 接着美牙就拿来了毛线和毛巾准备给小葵拍照 看着小葵的睡姿 美牙心里已经有了创造 随即美牙就将毛巾放在了小葵的身边 准备打扮成蝴蝶的模样 结果却遭到了小星的吐槽 不像蝴蝶 比较像蝴蝶 蝴蝶 没那回事了 看着美牙给小葵打扮的蝴蝶 小星是越看越恶心 于是小星就跑到衣柜里拿出了酒店的高级毛巾 准备给美牙展示自己的艺术细胞 很快小星就摆出了一只蝴蝶的模样 看着小星的蝴蝶 美牙直接就把小星的创意搬到了小葵的身上 接着小星为了和小葵一起拍艺术照 还将自己给打扮成毛毛虫的模样 就在美牙准备给兄妹俩拍照的时候 小葵却突然滚到了一旁 小葵不要乱动了 不行不行不行 剩下艺术照的原则是 不能够吵醒小宝宝 可是这样就没有办法拍照了 这时小星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只见小星全副武装拿着广致的袜子就来到了小葵的面前 然后利用袜子的臭味将小葵给熏到原地 有了小星的帮忙 美牙这次终于给小葵拍好了艺术照 等把照片发给广致之后 美牙随手将毛线戴在了小星的头上 然后就躺下睡了过去 此时还没尽兴的小星突然灵光一闪 于是也帮美牙拍了一张艺术照给广致发了过去 你好 我是欧西里 请问有什么事吗 把照片传给小兽兽的爸爸 把照片传给小兽兽的爸爸了 与此同时 上班的广致正在看着小星和小葵的睡眠艺术照 结果看到下一张时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要放在那里